突然 32年大厂 佳能珠海确认停产 原标题 突然 近日 佳能珠海有限公司宣布终止公司生产 1月13日 广东珠海高新区对多家媒体确认 在珠海发展32年的佳能珠海已停产 目前企业正在跟员工商量处置方案 南都记者注意到 由于智能手机的崛起 数码相机市场被迅速压缩 传统相机巨头正在谋求转型 有业内人士认为 开场的关闭意味着 佳能已经把相机生产移出了中国大陆地区 作为发展了上百年的行业 大多数相机品牌的业务范围十分广泛 以佳能为例 2021年第三季度营业额为 8333亿日元 其中达易业务领域营业额 4592亿日元 占比约55% 影像业务为1538亿日元 占比约18% 医疗业务 产业设备及其他产品业务领域的营业额 均在千亿日元以上 2012年 胶片巨头柯达申请扩产 宣告着数码时代的正式到来 然而到今天 柯达 富士等胶片仍然作为小众爱好存活的下来 智能手机的出现 虽然极大冲击了数码相机 然而当摄影爱好者 开始追求更好的成像效果和体验时 数码相机仍然无法被替代